大家好,今天介紹的竹品是五味子紅棗粥 具有免費滋神、止汗止汗、劫精的功效 食用於慢性肝炎、咳喘、止汗、導汗、遺精、狗舌和神經衰弱 食材包括五味子五克、紅棗兩粒、冰糖适量和百米三十克 中醫認為五味子的性味屬於酸、甘、溫、龜肺、心、神經 供額包括有,臉肺滋神、新津臉汗、劫精止射、靈心安神 烹調方法非常簡單 首先將五味子放入300ml水中,咬製藥汁 大概煲15分鐘左右,就會聞到五味子的清香 可以用甘蔥脆汁 最後將所有食材放入鍋裡,熬製成竹就可以了 喜歡養生竹的朋友,歡迎你訂閱和轉賞我的頻道 多謝收看,拜拜